今天的这个领导人会议上 领导人们责成各国的部长和官员 要采取措施 尽快完成各国的国内的核准的程序 使这个RCEP的协定能够尽快生效 来汇集于本地区的所有成员 那么根据RCEP协定的规定 这个协议的生效需要九个国家 完成批准之后 就能够立即生效 那么这九个国家呢 有一个这个结构的要求 就是东盟成员国 十个成员国里面 至少要有六个成员国批准 然后还要加上这个中日韩 澳大利亚新西兰 这五个国家里面 要有三个成员要批准 中国方面呢 我们也会抓紧完成国内的这个核准程序 使其能尽快生效 我们也会抓紧完成国内的这个核准程序